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Kera 我做了差不多两年纹身士 我一开始来这地方面试 师傅收了我做学徒之后 我就跟他学纹身 我觉得最深刻的一次纹身经历 是我的客人有双重人格 那天我见证了他有转换的人格 我帮他闻的纹身 其实也关于他双重人格 中间有个字写着是学习共存 因为对于有双重人格的人来说 他们一开始很难接受 自己身体内有另一个人 所以他想问这个纹身就是提醒自己 亦都想告诉他身体的另一个自己 他想大家可以友好地共存下去 纹身的对象其实九成都是女性 因为风格都是属于少女 用色上面都是比较粉色 同时也因为友善才会令到更多女性 尤其是妈妈都多了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会 推薦找女的纹身士 因为我自己觉得 会细心过找男性的纹身士 最亲的家人他们全部都很支持我 因为他们知道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滑滑 他们都说有什么事情 他们会在背后背 对准备做ELB 就要回去来 没有想像中那么痛 而且好像做了一件自己很想做的事情 好像缴这一件心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